不想憋老,这是全人类,尤其是所有女生的梦想,树伟直言里就说了这个问题,无心说她现在都不爱照镜子了,因为自己越来越老,尤其是前一天好演,第二天法力文就会越来越深,照起镜子来回欲发的觉得很悲伤, 每次快本来一些年轻的艺人,95后甚至00后那种,她甚至会有一股无名火,还没出发,破案了,怪不得新姐总是不爱说话,原来是在受年轻人们的气啊,开玩笑,我懂的,我每次看小朋友们也是这种心态,之前关小童哥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上跳双人舞,我从头到尾在感叹,年轻真好啊,好气啊, 江淑英也说,永远记得看到自己眼下第一条,周恩出现时的感觉,悲伤,凄凉,在面对变老这件事上,女明星跟我们是一样一样的,每当说到这个话题,那就是一个set long story了, 而且很少人能够从内心上惨然,接受自己这么慢慢变老的事实,刘小童大家都知道,经常因为整容的事情,上新闻很多人都问她,为什么要折腾自己? 她也知道网友都在吐槽她变脸,说她为什么就不肯优雅的老去,小童姐倒是很大方,你们说我整容,代表我最近又好看了吗? 至于她为什么不肯优雅的老去,原因很简单,面对变老,她没办法优雅的接受,优雅不了,没有人会坦然的接受自己老了,所以我们在听到想,朋友让阿姨好的时候,总会揪正一句, 叫姐姐,谁是你阿姨,我们年轻着呢?之前《如意传》播出的时候,周氏一位前期的少女伴向背得死了好久,都说她老了,皮肤松弛了,脚圆蛋白都没了,后来的采访中才知道,原来从明月几时有的《如意传》中间的两年,她就已经开始在意自己变老的事了,很不开心,很难过,那段时间,我真的早上起来, 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哭,阳光再好也会哭,谁能够坦然,接受自己不在年轻的这件事呢?没有人,但我们也没法控制不是吗? 所以那段期间看到网上很多人拍搞笑小视频,画丑双眼皮,图完后刻红学,她在《如意传》里的样子,其实有点不是字外,将心比心。 如果我被这样丑话模仿,我会难过死的吧,别看小S嘴上说什么不care anything,只要现在18岁就OK,那你当着她瞪面说,她有能够试试看,只有康永哥敢这么说吧,害怕变老。 还有一种情况,是因为年龄不断增长,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限制了职业的发展,有些女演员不是害怕变老,而是不敢变老。 是市场,是大环境不允许她们变老,没戏拍了,因为你不再少女了,像尹儿说的,以前找过来的都是女一号,生完孩子之后,人家觉得你是妈妈了,这个角色不适合你了。 马依也说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,怕年龄越大不能演很多角色,怕被替代,杨蓉都三十多岁了,但还一直维持这少女人社,因为怕淘汰。 早前她就已经在微博上发过小长文来表达,不是我害怕老去,是当下的影视环境让女演员不敢老去。 我们这一波三十架的女演员努力维护这少女人社,不是因为我们喜欢,而是市场需要姚晨,也因为生了孩子后,神尚哪哪都下垂了,也一度到了梅西可拍的地步。 虽然也有很多吉他告诉大家,没关系,每个人都会憋老的,我们要学会接受,我也很想像树木西林奶奶这样,开心的接受自己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皱纹。 我也希望像秦兰那样,接受自己的年纪,觉得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最好的样子。 我更希望像袁泉那样,被问到单不担心便老实,淡淡的回应,不担心,替和服的一些话剧必须要四十岁以后的脸才能演的。 可是,我看到那些十八岁的青春,美少年们,还是会很羡慕,也会像吴金那样会有一股无明活,看到自己皱纹越来越多,也会像江书尹那样觉得很悲伤,很凄凉。 我没法接受自己长出于尾文,没办法接受自己把令文越来越深,更不愿意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,希望是光满些吧。 到底我都懂,但我就是不想变老啊。 最后一句这可能是一天由母后00后看完没感觉的稿子。